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就算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被绊倒哭泣 正常人的第一反应,不应该也是担心他有没有受伤吗? 其实不担心也没关系,不过也没必要这样吧 希望只有能够好好地休息一下,健康是最重要的 然后就是,在10月份给大家介绍过的那个神经病 之前那个自称是德国人的哪样私生犯 就是妄想症非常严重的那个人 10月份的时候,他说12月份会再次来韩国见哪样 结果,他是真的要来韩国了 这是最近他在网上发的内容 刚刚包装好了要送哪样的礼物 再不到两周的时间,我就要回到韩国了 我希望我能尽快见到他,等待真的很困难 我的第一个计划是这样 我刚到达的时候,我的睡眠时间会有点奇怪 所以我的第一个计划是 着陆,买垃圾袋,饼干,吃的东西后睡觉 然后会早起的,大概在凌晨1点左右 我会准备一下后,在早上6点30分去Pak Ging的家 因为我知道他一般都会在8点30分钟吃早餐 我会很早开车去Pak Ging的家 因为大概会花90分钟后到他家的 我希望能在8点10分到达,然后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要不,我会在Pak Ging的家 坐巴士去JYP娱乐本公司的 大概会花40分钟 所以我会在早上9点左右到达JYP娱乐的 然后我会问,哪样,TWICE在不在 或者是今天来不来 没有的话,我大概会开70多分钟的车 去乘当中方向 这里是哪样以前的住处附近 有可能还继续住在那里 听说那里的人偶尔会见到哪样 所以想要把我复印好的信分给他们 希望他们见到哪样的话,能传给他 然后因为我早上起的真的很早 所以会回去睡觉的 第二天我会去TWICE经常去的工作室 然后再跟Pak Ging一起参观一下JYP娱乐的 再把信分给偶尔会见到哪样的人 在JYP娱乐附近 有哪样偶尔去的商店 我也会分给在那里工作的人的 时间不多了 在韩国有一段时间没有正式的活动 然后我跟哪样交往之后也要努力的工作 学韩文,找好的工作 我想比哪样更努力的工作 然后从韩国移民出去 最有可能的是澳洲 然后跟哪样一起变老 如果我跟他都想要孩子的话 再考虑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的地方 比起脾气不好 看起来就可怕的人 其实这种妄想症很严重的人 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这种人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己想象的事情都以为是真的 对的 所以真的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 像昨天Gio在机场的情况一样 如果这个人突然出现在机场的话 不过今天JYP娱乐已经正式声明了 公司已经认知到这件事情 并已经采取法律上的措施了 也希望粉丝们 如果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其他资讯的话 请积极的向公司举报 公司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艺人的 所以粉丝们不要太担心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